2018年 台湾岛内曾发生过民众抢购卫生纸的卫生纸之乱 年关将近 岛内各地又再度吹起卫生纸涨价风 走进大卖场 民众除了扛年货 也扛了一包一包卫生纸放进购物车 要省荷包 得加紧脚步 因为春节过后 岛内卫生纸要涨价了 知道卫生纸要涨价了吗 有购物购物 可能昨天上班的时候看到有一次买十包卫生纸在买 业者表示 卫生纸原料纸将包材成本增长超过四成 多个品牌卫生纸将在农历年后全面调涨 抽取式涨幅约8% 粗估买一串会贵个10元新台币 不要再涨了 是不是 金水不涨 房价 房价上涨 人民所苦 除了卫生纸涨价在即 台湾近日还出现了缺淡危机 台农业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黄金城27号表示 目前全台每天缺120万颗蛋 已经紧急启动南蛋北宋 现在已经涨了 涨到800 800多 是因为有冻涨 不然原本想要1000块 我们原本卖一颗蛋的话10块钱 现在一颗扣不住了 然后就15块 现在已经开始贵了 最近的时候是你有钱吗 贵贵贵贵 台湾基农表示 养蛋机不合算 因为前半年饲料接连涨价 加上现在冬季天气冷 产蛋率必定下降 因此就造成了鸡蛋总体产量减少 市面缺蛋 蛋价飞涨 目前全台鸡蛋产量维持在每天2200多万颗 比往常减少了100多万颗 由于蛋元要到3月底才会恢复正常 缺蛋危机暂时无法缓解 春节将至台湾却出现了各种涨价 让岛内民众是感叹年关难过 此轮民生物资紧缺究竟是缘何而起 何时能够得到缓解呢 各方观点请张涛带我们了解 张涛 好的 有的台湾网友就留言表示说 说我爷爷昨天下午到蛋行 竟发现买不到鸡蛋 只剩下咸蛋皮蛋等 他说活到80岁从未见过 针对这背后的原因 台湾的资深媒体人赵绍康则指着说 说蛋荒的主要原因是民进党当局的动涨政策 美其名是要让大家过好年 但却没有拟定完整策略 赔本生意没人做 让市场上的鸡蛋几乎消失 导致全台鸡蛋大缺货 让百姓受害 台湾省商业会顾问戴兆阳也表示说 说民进党当局要求民生相关业者 共襄胜取采取动涨措施 这种讨好民众会赐小会做法 是许多政客在博取好感度或支持度时 极易加以尝试的政策 却又故意忽略在政策任务的背后 需要以高昂的成本负担或是以巨额的税收损失为代价 最后可能形成无以为继之失败政策 春节之后恐将面对一波更高昂的物价涨幅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